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的法庭网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许散 另外是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黄宗耀有关于在占领立法会的暴动案里面 为什么他会进入大楼里面呢 进入了什么原因呢 他理论上来说 一定要说到自己是很抽离的 完全是当身边的暴徒 戴着个珠嘴 戴着安全帽 一身装备在喷字 坐在立法会员的座椅上 翻转他们的文件 他一定要完全把他们排除于在黄宗耀的视线和空间里面 他的目的原来只有一个 他说就是为在场的记者帮他们买叉电 信世尼 你信不信啊 我怎么信啊 你这样说话不是吧 他说原来就要帮记者朋友 他们没有电 我要买个充电器的给他 好了 我们就听听黄宗耀究竟他整盘怎么作工 哇 真是 幸好我不是那个法官 如果我是那个法官 这个锤子肯定不是放下桌子 放下桌子 放下桌子 要么就放下桌子 要么就放下桌子 在学校的某学院 主修就是经济和统计 参演过电视剧的《导火新闻》 我知道 我看过也有点关系 这个叫做选战 所以他就说 安发前就不认同案的被告 即是那些什么奇迷怪 不认识他们 即是常常不穿衣服的战王画家 那些什么女村长 或者那些什么孙晓南 那个什么刘永康 那些都不认识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都不认识 总之不要理那么多 你们经常手足手足 大哥 你那些手足不散 不认识那些什么人呢 你认识他们吗 你认识吗 你认识那些暴徒吗 我又说手足不散 对不对 那些暴徒就叫手足 在庭上就说不认识 不认识 同案被告都不认识 这个真有趣 手足相称 但是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话说为什么 这陷阱这陷阱 偏黄中遥遇上呢 他说到好像立法会这个位 这件事好像陷阱 好像逼迫他 好像善他 你信不信呢 不妨留言一起说 话说他当日大概下午3点多钟左右 就在铜锣湾的家里出发 就说以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市民的身份就穿了一件 哎呀 看见了都眼冤的叫做 200万零一份之一的黑梯 就出街了 就是200万零一 就是那个一就是 梁烈士 一就代表他自己 就是那个里面之一 这样 当日他就参加这个得到不反对冲之书的七一游行 他说自己就不认同政府修例的做法 但是 记住啊 这一句很紧要 他说不同意用激烈的手段去争取 哇 那你真的不认同那些手足那些什么六一二的那些呢 就是戴了安全帽啊 戴了猪嘴啊 戴了那些扔转的那些呢 喂你同不同意去扔转呢 同不同意去扔转呢 同不同意去扔转呢 他这么说法 这个在法庭上的说法 和你一直以来 又说手足啊 又说支持他们啊 抗争啊 等等等等 你支持他们抗争 但是就不支持他们的 那些汽水油多胆子 还是怎么样 喂如果你不支持 就是你不认同他们这些的 激烈手段的话 喂你不可以和他们以手足相称的 是不是 照道理是呀 不可以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的 他们都当那些人是手足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是你想赚他们的钱 还是怎么样 那就搞笑了 他说呢 我相信 可以有诉求 但是呢 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 喂你不早点跟他们说 哇你不早说 喂你不早说 喂不要扔砖啊 是不是呢 不要那么激烈的手段啊 手足 你不跟我们说 喂你不是人来的 喂这些人渣来的 就算在我们一般正常的角度 你是人渣 在那些黑暴的眼中 更加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更加是渣仔 是不是呢 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样都可以的 他们就说政府不听他们说嘛 所以就已经和理非了很多年了 所以要用激进的手段嘛 喂你这个人渣敗类啊 叫人来买你的手足不散 那些什么HKG的那些帽子啊 那些什么HKG的那些帽子啊 你又懂得说啊 哭哭哭扮了 这些是戏子啊 看清楚没有啊 你们这帮王猪 然后又再说自己怎样呢 三点钟就去游行 就是说我就不认同这么激烈的了 我只是去这些合法的游行而已 这些呢 你们是匆匆匆的 你们自己去吧 然后又我不认同的 之后呢 晚上七点凌 接着大队就去到中环的遮大花园 接着呢 也都再和几个朋友 沿着下角度 就接返 去到金钟就看看什么料 怎么知道呢 看看什么料的时候呢 叮咚 收到一个艺人 朋友group里面的一个讯息 就说 记者group里面有记者需要一些充电器 所以就趕快回到铜锣湾的御所 就立刻駕駛车 上网看看哪里还有店铺可以买 很有趣啊 这样 我觉得很牵强啊 对吗 又牵强又勉强啊 大佬 笑勉强啊 你这个人 这么勉强也可以的 接着就找一下 接着呢 厉害 铜锣湾就拿到葵方 就买了几个插座式的充电器 然后呢 之后呢 洛应银也呈上了 黄宗瑶传给他女朋友 有关于那些充电器的照片 也都记录了两次过海底隧道的收费记录 因为去铜锣湾就过去葵方 葵方就再回去铜锣湾那边 即是要再去金钟那边立法会了 所以就有两次过海结录了 就算这些招式我也有得出卖了 对不对 老师问我 许同学 你为什么走出课室啊 我下去拿报纸 因为学校要订报纸 我会不相信你啦 拿报纸 借银的 你拿到报纸拿了这么久 不舒服嘛 他有哪里拿啊 对不对 那可能拿报纸的时间 我又去了厕所 又去了小食部 然后又去了楼梯口睡觉 拿了报纸都拿了 就是借银嘛 对不对 为什么有同学 入了屡次的 我跌了个波进去 我跌了个乒乓波进去 滴滴滴滴滴滴滴 这么有趣的 我自己跌进去 这些选择啊 我幼稚园 都开始理解 到了小学已经发扬光大 到了中学已经肆无忌惮了 对不对 好厉害 都是这样的 入屡次的不是我 说清楚 好厉害 最多都是逃学那些 逃学威龙而已 不是教大家这样做 就是教大家要防范小朋友 好了 接着就再说 本来 过了海后 打算交给金钟附近的记者 为什么会去立法会里面呢 不过留意到当时的直播 原来的示威者已经入了立法会了 认为情况相当混乱了 未必可能就这样交给记者的手上了 简直像乱世佳人一样 这个乱世佳人怎样说呢 他说之后就去了朋友铜锣湾的花店 你又说到 花店 什么呀 你又说 记者是趕着要这些充电机充电 对呀 你看看条数 7点多 你又回头去买 对呀 10点9 还在 西环 还在搞 接着说他 开车送了朋友去西环 接着 还收到 那些记者的消息 或仍然很需要充电机 所以也说 看到立法会的情况好像平静了 再加上 好似网络有很多记者在里面 所以就立刻 银着车 再去了中环码头下车 接近凌晨12点左右 就在 立法会的公众入口 看到 左望望右望望 好像没有警察 也不知道 原来现在秘书处说了立法会 发了红色警示吗 我不知道 别扮了 你不是玩我呀 我好像小岳鸡 你说这些大话 什么搞错呀 手机 没有电 或者你需要充电机 来充电 你也懂得说 有很多记者 对吗 第二个记者 借不行 找行家就可以了 转一条电线 来扔一扔 手机 就能充电 还有 7点多收到这个消息 如果 他到了10点多 晚上 11点的时间 你还收到这个讯息 要很等着充电 那个计划 那他不是很等着充电 还捱了几个小时 是吗 明显是说大话的 说大话 没错 纯粹破口大骂 罗王中瑶说大话 没意思 我们一定要 理性分析 他这个大话里面 有什么点 就不合乎逻辑 什么 7点多等到你12点 才 还在拿着充电机进来 差不多4个小时 搞笑 为什么有够电 有什么急 你也懂得说 还有什么充电机 那么紧要 我都不明白 那就好笑了 然后再说自己 由于立法会的照明系统 已经被暴徒破坏了 所以他沿着光源 为什么这么黑 我什么都看不到 看到黑暗的进头 有一点的光明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沿着这条 七黑的走廊 一步一步 很害怕 因为怕自己插错 因为当时真的很黑 为什么那里黑暗的进头 有一个光明的 进去了 他说 我看到那里原来就是以示厅 我进去了 因为其他地方黑黑黑 所以他不知道 一进去 就是这么光明的地方 就是以示厅 还说 不知道 有关记者的身份 所以 想着 其实谁要充电机 不知道 我随便给了一个就算了 他就交了给一个 穿着反光背心 胸口挂着记者证的年轻男子 给了他之后 就转身离开立法会 喂大哥 你是不是当我傻的 说什么你自己也不相信 是不是 你究竟 如果真的是这样 立法会需要 里面的记者需要充电机 你买了多少个 对 买了多少个 你买了多少个 你起码也要买十个八个 里面有这么多记者 也要买了 直接买了一箱 是不是 对 还有 你进去 你连 这么多记者里面 哪个急着要用这个 充电机 都不知道 就随便塞了给一个 然后就走 喂你玩我 啊 急着玩东西 你英俊 那谁要 就是当成小弟哥 三小弟哥 你连这么多记者 原来 你给了那个 原来是假记者 咦 正啊 有两个新的充电器 充电器 是呀 好好好 可以谢谢 行行行行行行行 再自己代了 可能 这样的 没有啊 只要进去 给了他就算了 有人说要充电机 你看谁要 不負責任? 你繞了這麼大個圈 銅鑼灣去到葵芳 葵芳再到銅鑼灣 但是他不是立法會趕著拿充電機給人 又跑去花店 又跑去西環 又跑去車人回家 然後再收到消息 你買完是不是要趕快拿去? 是的 應該是這樣 你一開始就急著要上網搜尋哪裏有得買 就去葵芳買 你這麼遠都駕駛車去了 然後你這麼遠都駕回來 但是你又不是即時拿去立法會的 你去了別人的花店 去過花店做什麼? 買充電器嗎? 花店有沒有充電器賣的? 癡膠化了 癡膠化了 你也瘋了 你這些謊話 不要說得離譜一點 你去到晚上10時9時 你都還未去拿充電器 人家跟你說 我很趕著要這份文件 你可不可以快拿過來給我? 你很快去拿這份東西 但是你沒有拿來給我 你跟同事去吃飯 喝咖啡 然後再晚點的時候 收到我的電話 那份文件還未來? 我真的趕著 你再過來 你玩我嗎? 這些根本上太不合邏輯 如果你說趕著買充電器 或者你真的去買了 但是又不是去 又不是拿給人 又不是聯絡 你只是給女朋友看 但是你沒有去跟進 究竟哪一個需要充電器 我去拿這個充電器 趕著給哪一個人 哪一個做接應 為什麼你會走到立法會裡面 這個奇怪 所以整件事 看到大家看到的標題就是這個 找鬼信嗎? 我相信他自己會相信 他自己也不相信 老實說 這樣的謊言也是為了應付法官 為什麼找鬼信呢? 你鬼閃眼或者鬼上身 就會有這樣的舉動 有機會是 是嗎? 是 現在還要幫自己解釋 說自己留在裡面的時間很短 五分鐘都不到 所以出來 大哥 你不要當我傻 你都知道 立法會不是隨便衝進去 你記者就進去 你自己不是記者 你當了自己是什麼? 是嗎? 是嗎? 你不是拍完那部杜火新聞線 拍到抽離不倒 當自己是新聞記者嗎? 真的當自己是嗎? 是嗎? 是嗎? 你是假的 黃秋生拍人肉叉燒包 那他是不是真的會做叉燒包 他是不是真的會拿人肉來做叉燒包 當然不會 就是 杜汶澤在傻強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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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無間道裡面 是叫傻強而已 他不是傻的 他不是傻的 他是傻的 他是神經的 最多都是 就是這樣 是嗎? 不要當我傻才行 你怎麼說都說不通 是不是? 那很有趣 他說自己 逗留在立法會的時間 就不夠五分鐘 在會議廳裡面 就不夠27秒 最後 就和朋友去吃宵夜 哦 這樣? 是 即是說到自己就不關事 不關事 那就沒有煙強 是不是? 如果你不關事 其實你也知道自己是不應該進去的 是嗎? 他自己知道的 即是說 I believe 我交給記者 他會交給有需要的人 就是這樣 他當時拍到他穿著黑色衣服 但沒有戴口罩 拿著銀包 也拍到他有交這些充電機 給反光衣的人 這個是真的 但是呢 你進去立法會議事廳 很明顯 你就有自己的動機 不要在這裡欺騙孩子 隨便拿東西給別人 但就炸家衣進去暴動裡 撐手足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真的過了 什麼手足不散 撐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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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他們 撐到今時今日 你現在就說 其實我不贊同他們的暴力行為 蛤? 你不贊同? 對 你不信啊 真的不信 你不贊同嗎? 你不贊同 那你出現那裡幹什麼? 是 我勸他們而已 他就說 只是把充電器交給他 就算了 喂 你也可以這樣 乖乖乖乖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我們小時候都出賣了 乖乖乖乖 可能爸爸不讓你看電視 就叫你背著電視做功課 那你乖乖乖去喝水 或者去拿這個 拿那個 偷看 這些 三歲小孩都認識 沒有玩過 好啦 那今天大家 很喜歡 究竟你信不信 或者有什麼解釋 幫他插他們 不妨留言說 好嗎? 好吧 好 多謝大家 拜拜